各位題目稍微看一下 我把最後run的結尾給各位看一下 大概是這樣 就是我的需求是這樣 就是我執行之後 會有題目 那題目的話 你可以有中文有英文 就是說run起來之後 請問一下這個英文單是什麼拼 那你要拼得出來 另外呢 它要計時 比如說你這個地方 要把大小寫不區分 所以這邊會出現一個答對 那你再下一題 把這個打上去 那這個叫 答錯了 拼錯了 Score 那這個是Vacation Enter 那最後的話有沒有 它會出現一個什麼呢 你花費的時間多少 在五題當中你答對多少 所以需要一個什麼 計時器 然後呢 要能夠知道說答對幾題 答錯幾題 也就是要比對一下 那答錯這兩題 所以答錯答對也要比對得出來 好像這樣的題目 基本上呢 前面我們也做過相 就是在類似的練習 那其中呢 比較特別就是花費的時間 時間的部分的話 你要怎麼計時 那前面有大概類似的Sample 你可以用什麼 用Date 也可以用System.Current Time Minus OK 那我大概講一下這個題目的一個解法 這個大概看一下 首先的話呢 我這邊是利用了 宣告幾個變數 第一個是START 那因為那個System.Current Time Minus 它是揮傳的是一個Long 所以我們用Long來接 那當然你用Double來接 OK 因為Double可以容許的範圍比Long還要更大 所以用Double或Long來接都可以 那Long回來是一個什麼 一個就是Long值 那這個Long值的話是毫秒 所以它是到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變秒的話 你要再除1000 這個我們前面有講過 所以我這邊宣告一個Long是START End是開始跟結束時間 另外的話 這個Scan我們也用過了 另外正確 就是它答對幾題 那預設值我給它0 也就是說它給我答對一題我加1 答對一題我加1 OK 那接下來的話就讀入題目 題目部分的話呢 就這幾題 那當然你題目也可以改啦 比如說你如果說要把這一題 將來改寫成什麼全民英簡的那個 其實也可以寫 全民英簡一千多個單字 網路上都可以找得到 Excel檔 一定有一個什麼 一個中文一個英文 那如果說你要讓人家 隨時沒事的時候 就可以來列英文的話 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什麼 一個中文 你可以中文打英文 英文打中文 或者用選的也可以 然後呢 甚至你可以旁邊有一個提示 對不對 那其實這個 像這樣的一個小的APP 初期你可以服役啊 如果你將來做得好之後的話 你就是在網路上給它 就是 那個APP上面 你就要求給它看要付多少錢 即便是一塊錢美金的話 也不得了了 積少成多嘛對不對 那這個部分其實核心的部分就類似 那我這邊寫一個 我們宣告的政列是 宣告一個二維政列 那這個二維政列的話呢 就是宣告五二 就是前面是五 就是總共我有五題嘛 然後每一題裡面有中文跟英文 中文英文 那如果說你將來當然你可以 如果中文英文多一個說明的話 你再多一個 比如說五三 就是中文英文再一個說明 或者諸如此類的 你可以自己去調整 你這個政列的大小 OK 然後呢就把什麼呢 把政列擺進來 OK 那如果說將來你的一千題 你如果寫程式 把程式寫 寫在這裡 其實 像基本上 程式碼會變很長很長一串嘛 通常不會擺在這裡 通常擺 你可以擺在某一個檔案裡面 到時候呢 在初始化的時候 再把它讀到政列裡面 用回圈怎麼樣 一直跑跑跑 丟丟丟丟丟 丟到政列裡面 或者是說你從database 有的是會放在資料庫裡面 在初始化的時候 再從什麼 資料庫撈資料過來 不過通常 如果你在遠端資料庫 怕會有連線的問題 可能如果一般像 經常性的檔案 經常性的需要load的資料 通常會放在我們client端 就是我們使用者這邊 所以也許你可以把它放在一個 所謂的文字檔案 然後再把它load進來 你可以用中間加空白 或者加逗點 我們前面不是一個Sprint Sprint裡面不是 你就切嘛 然後切就丟進去 切就丟進去 有沒有 然後一直讀 一直讀 一下就讀完了 OK 那其實不會太困難 這個裡面會牽涉到 那個Java的IO 就是讀取 怎麼樣讀檔 怎麼樣寫進 其實也不會太複雜 它只是讀檔 然後放進我們政列裡面而已 這個地方是我們已經題目不多 所以直接就寫進來了 那如果將來檔案多的話 你可以從檔案 可以從資料庫寫過來 那這個部分 我看後面有沒有實際的sample 我到時候再給各位 因為也不會很難 甚至連那個在Android裡面 也是一樣 Android裡面 你也可以把檔案放 放在它的某一個資料夾裡面 你可以把它直接再讀進來 也是都一樣的方式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有五題 那這五題呢 我第一個就是要在 輸出的時候先計算時間 然後開始就跑 第一題、第二題、第三題 那我是用FOR迴圈 那你可以用FY迴圈 或度迴圈都可以 那總共有五題 所以就輸出 那這邊的話 判斷的部分就是說 我丟到一個Items 這個Items裡面的話 因為第幾題的話 輸出1的話就是說 1的部分是 這個 1的部分是英文 也就是我要比對 到底英文對不對 0的話什麼 0的話是中文 所以後面是0 是中文 1的話是英文 所以我讀進來之後 那使用者也key了一個 key了一個值對不對 然後我就把它比對一下 比對一下之後呢 而且忽略什麼大小寫 如果答對的話呢 那就輸出答對 那這邊就是Rise就加加 就是再累積一個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呢 輸出如果答錯的話 就跳這邊 就是這 並且把正確答案 把它輸出 那正確答案的話呢 一樣是1嘛 1是中文的部分 那最後結束的時候呢 我們在這個地方 會有個結束的時間 所以把結束時間再減掉 開始時間並且除以1000 有沒有 就會是什麼呢 秒數了 因為我講過嘛 這個system.current time minus 它是一個毫秒 千分之一秒 所以你要正確的秒數 必須要除以1000 然後就有幾秒 然後在幾題裡面答對 在幾題 這個幾題的話 我們是根據這個items的長度 就是總共5題 長度5 然後呢 答對幾題 因為right就會有加加 所以這一定要有幾題 OK大概是這樣啦 所以你會run起來之後 就會是類似像這樣 第幾題 第一題 第二題 然後第三題 隨便 然後最後run出來的結果有沒有 就會出現耗費幾秒 那到幾題答對幾題 類似像這樣子 當然最後的話 理想狀態 你可以再把它改一下 比如說我們可以把它改成swing的版本 swing的版本就是跳這個 然後第一題有沒有 直接可以輸入啊 然後它會跳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 就是一個input bus 秀input bus 然後答對答錯 秀一個那個 叫message bus 那最後的話 就秀出 最後有沒有 也是一樣 花費時間答對幾題 兩個版本 一個是scanner版本 一個是 那這個版本的好處是 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輸出到windows裡面 前面我們講過嘛 你可以輸出成一個java 然後就可以給 你如果email給人家 他直接可以在windows下開起來 就可以練習 甚至也可以拿一個什麼 全民音節的 這個java的一個 小小小程式 OK 所以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第一階段的話 就是了解一下題目 然後這些我想前面都有用過了 然後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也思考一下 如果可以自己 透過我剛剛所講的需求 可以做的出來的話 那當然更好 那至於那個題目部分 自己網路上抓一下 反正這相關的 英語學習的app 不會再少數了 現在英語學習相關的資料也很多 那其實你可以透過 查到一些資料 再把它轉換成app 其實你也是在做服務業 你只是因為現在每個人手機都不離身 你會發現什麼東西都可以不帶 手機不能不帶 智慧手機如果沒帶出去的話 感覺是沒安全感 而且這種這種症候群會越來越多 所以智慧手機重要性會太大 所以你會發現以後所有的一切資訊 每個人都會想要 如果可以在手機上有這個app的話 他一定會download 那再來的話 如果可能有個進階版本的話要付費 他也許他就會怎樣 他就願意付這個錢 有沒有可能 絕對有可能的 因為人性只會想越多 沒有人說我已經夠了不要了 沒有 大部分人都是只會越用越多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